他要是还不上就不用还了 他要是能还就还 还不上你还不用还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再来说一下给越南弟弟借的三万块钱 对我们农村来说呢 三万块钱却是一笔不小的钱 很多人都说 燕子你把这些钱借给你 弟弟的话百分之百都打水漂了 一借就不会还了 有哥 你有没有想过说弟弟跟咱们借的那个钱 他不还给咱们了呀 我没有啊 我那个小舅子吧 其实很厉害啊 他才二十 就是我借的钱 我其实也算是支持他 对他吧 他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 他自己应该也很有信心 就是感觉他挺厉害吧 二十岁他不是说像别人那种做不了事 有钱就是都花了什么的 出去乱七八糟什么那些他没有 他那个人也很政治很会办事 就是做人这一方面其实也很好 这个我根本我就不担心 他要是还不上我就不用还了 他要是能还就还 还不上你还不用还了 对啊因为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是有风险 不是百分之百 既然他有这个信心他努力去做 咱们就要支持了 你要说不让他去做的话 你就什么事都一样 他不去做什么事他永远都做不成 所以说像这种事情我们就要支持 鼓励他让他好好去做 做成功了以后一定会很好 他也是个很有出息的 真的我小舅的很厉害 他才有二十岁的他都花了十三万块钱 在我们的镇子上买了一块地的 我弟他真的不是那种浪荡的人的 但是就像我老公说的去做事业呢 也没有说是百分之百可以成功的 也有说有一定的风险吧 好这人说你傻 也不是傻 就是我对他也是很了解 不是说一点不了解 他说借过就借的钱 因为就是在那我们也相处过 他就不是那种说特别好吃懒惰的人 真的他做什么事情很有上进心 这次借过小舅的这个钱吧 我感觉是应该借 因为毕竟我媳妇已经嫁到这边五年了 娘家那边这个弟弟 你就好不容易说一次话帮这个忙 我们必须要去帮 他们从来都不会问我们要过一分钱 真的我老公都知道了 我娘家的人是什么人 不是像那种说 感觉女儿嫁到中国了 过几天又问叫钱 过几天就问叫钱的那种人呢 他们从来没有要过 所以说我们这个忙帮了以后 我媳妇嫁到我这五年了 你说这点忙要是不帮的话 就给我媳妇都丢人 我们都不好意思回去 对呀再一个我跟你说 我也应该是丢人一说啊 他嫁到那么老远了 他弟弟这样有点是借点钱都不借 是不是 这个事情就必须要做 这个我们能帮了他 以后我弟弟哈 他是真的 他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很厉害的 我们那个村呢 他又是第一了 我很有信心的 我老公对他也这样 我对他也那样子 所以就这点钱 对我们农村来说 确实不少了 一大笔了 三万块钱了 也是很难挣到的 但是他会还给我们的 真的有个 哪怕他 他那个公司 他开不起来垮台 或者怎么样 这个钱他也会还我们 他不会说不还的 所以他有了他就会还 他没有的话 我们也不会说去要去 这个就是这个钱借了 其实我就他给与不给 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 真的 因为我们就是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吧 我在去给他发一个视频 那天打钱过去 他太忙了都没有接 看看他今天接不接 人家忙自己的事业 刚才我发去 我弟他没接 现在他发来给我了 我们问一下 他的那个开的公司怎么样 喂 这就是你弟弟 你在这哪呀 你那个公司开都几天了 还要多久才开得起来 今天还要讲准备 昨天你单位牵我手做 在梦哥给世界打电话给你 给你什么说 我梦哥这两天 真的要来养你 准备那些菜 菜你开始做 今天要帮你准备好呀 你没呢 我没啊 他来拎了咯 有可爱 嗯 他脸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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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有什么 拔了 没啊 我们底下 把他摸 嗯 但那些他好的 那个稳后有那样肉 没给他摸 没有不是 那些打了 现在有小米 他长相好的吗 现在他底下都在摔了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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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的 又不累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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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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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忙着养了养了小孩 做个美的活路 嗯 走后路你认没 好多死情 你老太天哪 你老太天哪 你真的爱 真的爱 你老太他来烹制不 真的爱 他不来烹制不 真的爱 嗯 他梦了 他做哭 她 cara 他想哭了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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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都弄了 我的手都弄了 我的手都弄了 弄了那样 滚八卧一点 就得了 大得大了 妈的弟妹在家 他们也认不得 也不动那样 也绑不得那样 我妈妈还不是绑得那样 但是说 千万一要烧 绑得一点 是你要多 我们来比得 你怎样滚有八卧就得了 我都怕了这一半年 这两三个月了 怎样 只是一个人在外面 也比得老帮着你 我说做啊 其实真的慢慢过来 就慢慢的 更努力做了 肌肤呢 肌肤在家嘛 还在外面呢 只能做两年 只能做两年 比如 他过几天呢 我怕他又渴客一娜别了 哦 过几天又过来了 嗯 是多好两年了 怕他又会渴客了 整天是五六号 我回家睡觉 然后睡觉 嗯 狗结贴他他那一课 你卖一课给他奶了 哦他奶奶的课呢 我来买的不算喝 喝口哦 好吧他奶奶 奶奶来了 像在那个假腾去了 嗯 他奶奶像我得了 奶奶有喝 妈呀这样 他们哀得很呦 甜甜的呜 他奶奶比如说没那样嘛 他奶奶等会说要的就要了给你 做不真了 比如说娘 他奶奶就领给他睡了嘛 天天还放在那里 他娘可要了关了啦 等到11号那里我们可他娘家 可他娘家来满了给他读书 可惜嘛 主义官的表哥他高屁股来的 高毛巾去抓住吗 认得嘞 没没没 完了 你妈他在讲不得了 很大气的困住 今天他有时间了 我给他发视频了 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弟弟了是吧 他是不会骗我的 因为不跟父母说呢 不想让父母担心太多啊 他已经长大了 有他自己的事业 他想要干什么呢 他就自己去干就可以了 有些人说不能娶外国媳妇 娶了往后的事太多了 老公家都成了娘家的提款机 我们这是给弟弟借钱的 不是给他的 现在他正在创业 他遇到困难了 我们能帮他吧 等以后他有了 他还能记得我们 像现在他遇到困难了 说哇 我姐姐嫁到中国那边去 不是中国那边都很发达 很有钱啊 是吧 就借那么点钱都也不给他借 那这样的话是吧 以后哪怕是他成功起来了 他也会心里会埋怨我们的 所以大家放心了 这个钱呢 他一定会还我们的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啊 谢谢 大家喜欢我们呢 可以点个赞赞支持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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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